今天我们要带您前进国际航展 深入了解特技飞行的奥妙 同时也要带您来分析 这个现代飞机最新的发展 那么二月下旬所盛大举办的新加坡航空展 每两年举办一次 它跟历史最悠久的巴黎航空展 以及英国的法恩堡航空展 并列全球三大航空展 同时也是亚洲规模最大 由于全球航空业是全面的复苏了 国际航空运输组织IATA就预估 今年营收将会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9640亿美元 因此吸引超过有50个国家上千家的公司参加 TBS也特别派人前往报导记录 其中就包括了大陆国产客机C919 是首次的海外亮相 能够抢占多少的商机 是各方瞩目的焦点 而在航展当中最受到欢迎的 应该要算是特技飞行表演了 除了新加坡航空之外 还特别邀请了包括澳洲南韩 印度印尼的特技小组精彩献计 不过这些帅气表演背后 其实非常考验着飞观 还有整体后勤的能力 我们马上就来为您解密 首先看到的就是各国精彩的动态操演 下部航展上各国空军大秀特技表演 也成了各型的训练机另类的争取动演 对头二人近日最不陌生的南韩黑衣特技小组 帅气登场 以空中为画布T50沟叫机画出 南韩国旗中的太极图 喷出的三色彩烟让现场目不转睛 与此同时同样是南韩研制的KT-1B 印尼空军特技小组驾驶登场 很考验飞行员默契 印尼军方很俏皮空中画出大爱心 另外澳洲旗下的PC-21教练机编队飞行超整齐 但别以为只有定义机能大放光彩 旋翼机同样大秀画式表演 印度的北极新直升机来去自如超轻松 另一头商用客机也在航展上秀肌肉 空中发誓大秀极限飞行要展示就算是客机也没问题 因为后进来自中国大陆的C-919国际处女秀新加坡登场 虽然是保守飞行但自家人先相挺 旗下航空周日宣布买40架C-919 新加坡航展上户边描头台面下订单气势也要摆出来 画爱心画太极图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跟我一样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飞出来的呢 没错这次的新加坡航空展我们看到了 一共有五个团队进行飞行表演了 分别是印度空军的孔雀 印尼的木星 还有澳洲皇家空军的轮盘 南韩空军黑鹰 以及在地的新加坡空军等等 那么当然我们看热闹也要看门道 马上有请专家来告诉我们 首先要介绍的是前空军试飞官 同时也是国际情报组长李文玉 李教官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教官现在也是民航机师 但是先前飞过的军机非常多种 当然从一开始的T-34 然后之后的T-33 A-T-3 F-51 F-5F 然后到后来的IDF F-16等等 对 一个一只手数不完 好厉害 那么再来介绍的是TBS的军事记者 刘婷婷 婷婷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婷婷这次也有去新加坡航空 做了实地的观察 是 没错 好 一个多小时 这个特级飞行当中 现场评价最高的 或者是让人最印象深刻的 包括哪些 那和黑鹰小组 对 主要大家对他们就是 不假思索 对 然后还有是新加坡的F-15 S-31 搭配他们A-64 Yapa7的一些搭配型的表演 他们都印象很深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印度的孔雀飞行小组 因为比较特别 大家对于飞行小组的一个 比较刻板印象就是 战机 训练机 战斗机这样子的 对 但是因为印度的孔雀飞行小组 他们是用直升机来表演 大家觉得说直升机既然是巡逸机 它的飞行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一些些 没有喔 它的飞行速度也是很快 而且不要以为它说它只这个直升机 它也会喷点 对 所以它的效果 所谓的声光效果是真的非常好的 对 但是刚刚提到的首先提到的是 南韩的黑鹰特技小组 跟大家分享一个成年旧照 这张照片是我2016年首次 访问西加坡航展的时候 当时在前东家的时候 然后我背后其实就是当年的 黑鹰特技小组南韩的 他们在做这个炸弹开花 所以我刚好在想说 这个场景非常好 我一定要在前面做个Stand这样子 然后时隔多年他们不管是传承 或者是接下来他们有更多 配合这个现场音乐的一些演出 其实都是非常到位的 其实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去参加航展 第一就是要卖飞机 这个是个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他们希望透过展示自己的产品 吸引其他国家来购买 然后第二当然就是来展现自己的军力了 然后另外很重要是当然是所谓的 输出自己的软实力 因为很重要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韩的这个表演当中 他们不只是对比其他一些国家的音乐 他们反而会融入很多的K-POP 对 所以我们在听到很多可能像是 Gamnam Style啊 就是我们就觉得很耳朽能像 还有我怕输出哦 对对对 所以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 而且像他们有些做出一些意向 是在空中画这个爱心啦 然后爱心中间还有那个 就是直接借一件穿心 黑音的感觉很可爱 然后还有包括画这个太极等等的 都是南韩的印象 印象真的很深刻 是 那教官是不是也觉得黑音的表演 这个如果你要评分的话 从专业角度来帮我们做一个评分 是 当然 这一次的刚刚婷婷也提到 让我非常惊讶的 就是惊艳的地方 就是在于她的配乐的搭配的选择 就不只融入了这个进行曲的元素 K-pop的元素 然后在表演不同的画面的时候 譬如说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 太极的那个部分 它就从非常激昂的配乐 然后因为太极是属于他们的国徽 所以在国徽的这个展现上面 他们就是用一个很庄重 很庄严 隆重的这种配乐的方式 然后来呈现这个太极图的表现 所以这一次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好不好 然后一边看画面的时候 再请教官来帮我做解说 要画出这样子的这个太极 到底有多么困难 是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当韩国黑音小组 在进行这个太极图的表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两架飞机其实一开始是从 下面六点钟的方向 开始反时针的方向来飞 然后现在飞到了九点钟的方向之后呢 开始内圈的飞机跟外圈的飞机 已经有了一个分别 就是画不同的轨迹 内圈的飞机呢 要在外圈的飞机转九十度的时候 它就先完成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随即之后 它立刻再完成另外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所以第一个它的激励 它的转弯率呢 基本上要是外圈飞机的两倍 第二个它这个圆呢 必须要维持持续的基地 跟维持持续的速度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和谐的画面呢 我觉得是飞行员 第一个当然它必须要很精准的 把这个飞机操作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然后完成了两个 就是尤其对于内圈飞机而言 它必须要计算的刚刚好 因为你如果转弯转极了或转松了 那你画出来都不会刚好在这个圆里面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要地面可能也要有人 来跟它讲转松了转极了 然后做一点微调 但基本上你的基本的样子 飞行员要记住这些参数 然后把这个样子给飞好是不简单的 那我的问题是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180度的那种飞行 它平常光是这样 你都不要讲说要不要做出一个太极图 光是这样的180度的飞行 都已经要训练多久吗 当然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一个圈其实是不大的 所以它如果要在这么小的圈 这么小的范围里面完成这个圈 那基本上它们都必须要经过计算 我其实尽力了多少速度 多少的激励 然后要用多少的高度来飞 然后所以这些都必须要经过计算 但是其实我们除了黑鹰之外 全球著名的这个表演小组 包括了像美国最有名的雷鸟 对不对 蓝天使 然后俄罗斯有这个勇士 羽燕 那中国的话就是八一了 那么英国的话是红剑 那当然我们台湾也有 就是雷虎小组 好 这么多的这些飞行小组 教官以您专业的角度来看 各有哪些特色 是 基本上美国 俄罗斯 跟中国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这三个国家用的都是 现役的第一线战斗机 是成立专属的单位 专属的涂装 专属的人员 所以这样子的操作成本 是非常的昂贵 其他全世界的 不管是英国的红剑 法国的游击兵 然后台湾的雷虎 甚至日本的蓝色冲吏 都是由各国自制的 喷射教练机来单纲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宣扬国威 也就是告诉别人说 我的飞机工艺可以造得出来 那这架飞机工艺造出来的结果呢 又可以展现出这么优美的动作 包含这一次其实黑鹰 也都是他们的T50 没错 其实讲到黑鹰 台湾的观众朋友并不会陌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到新加坡去参展之前 曾经先飞到小长机场来做整补 时间就在大年初三号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 一共分成三批陆陆续续的降落 那么加油整补之后 再飞到新加坡去 当时很多的航空迷 你看到都赶来朝圣 有的甚至前一天晚上就要来等 窝在车上睡 就是为了要一堵黑鹰的风采 其实跟台湾这么有缘 我们也做了一下整理 从2013年他们要飞印尼的时候 你看陆陆续续 每一次都到小港机场来整补 对不对 真的很爱台湾吗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高级教练机 它是T50的精英式的教练机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称号 叫做伟国机 为什么呢 蒋经国的弟弟蒋伟国先生 表示说他跟我们的经国号 可能是拿来相类比的 或者叫小IDF 这一点请婷婷来告诉我们幕后的故事 其实要造飞机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第一要考虑到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你的工业能不能有够精密 可以制作这些飞机 第二就是你的自制力为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T50当时是很初期的时候 它想要造飞机 那据说其实是有跟当时因为汉小做了IDF完全的量产完结束之后 那你就有一批航空人才嘛 那如果国家没有要继续坐飞机的时候 这些人要去哪里找工作 那自然就是会被当时的那个南韩的工业KAI 就南韩的航太工业直接去挖角去了 那人数后来说只有13人 可是到底有没有13人不知道 可是后来我们知道说南韩其实是做这个T50的训教练机 大家就觉得这个外观怎么长得跟我们IDF 有那么一点点类似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发动机 前面这两侧就是那个进气口的位置 有没有觉得就是跟我们IDF一样都是在两边的 外观就真的跟我们IDF很像 不过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 其实南韩它能够做出T50 还有包括之后它的延伸版的战斗机FA50 它其实不只是有焊响工程师 它背后其实还有洛马 洛克希德马丁的帮忙 所以可以看到南韩它在制作的这个飞机 或者是训练机或战斗机这个产业链上面 它其实是有很多国家帮忙这件事情 这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几年后来 像是在蔡同仁内他认为说 不行我们这些国防人才要赶快留在国内 所以也是积极的来推广不论 不管是国际国照或是国际国照 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非常感同身受 2000年我在美国当副武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接受美国一个民间单位的邀请 然后在一个地方他们叫做Fairfield 然后办了一个航空展 然后我们set up一个post 那当然那时候我们有IDF的这个已经造出来了 而且都已经在服役了 那南韩基本上T50都还在underdevelopment 就是还在持续的这个座中 所以他们那时候的空军武官 特别跑来我们这里 然后就是秀他们的browshare 然后结果我看的那个browshare 基本上跟当时IDF的version 几乎跟IDF是一模一样的 可不可以就这张图稍微解释一下 坐舱的这个功啊 F16是在后面 IDF是在前面 所以在其实就跟婷婷刚刚讲的 从中间以前 基本上就是跟IDF极为类似 尤其你在看那个黑鹰的表演 很多角度看起来 你会以为奇怪怎么好像是IDF在飞行 所以我刚刚说我的感触很深 就他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KF21 也已经是下一代的这个隐形战机 也已经开始试飞成功 而且要即将进入 不过我们看到的特级表演 刚刚婷婷已经提到 一般来讲都是战机 但是这次最特别的就是 航展中唯一的一个用直升机的 那就是印度空军孔雀特级小组 那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就是海豚帆 教官是不是就画面 再来帮我们做精彩的介绍 OK 我们知道飞机之所以能够飞行 基本上它的生力是最重要的 那可以看到他们这几架飞机 都是悬翼机 那悬翼机在一个垂直翻转 它等于说是垂直拉伸之后呢 然后这时候用舵的转弯来进行翻转 这个部分是属于边际飞行的状态 那为什么说边际飞行呢 因为直升机的致命上就是 它没有办法倒飞 所以它在这种只要是不正常的这种状态 就是手里面的不正常的状态就是机头非常的高 或者甚至倒扣来的状态 都是属于不正常的状态 那刚刚在三架飞机同时表演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就是算是这种失速倒转 它其实那时候飞机是已经失速了 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这样的情况 所以它就是靠顶了一个舵的方式 让三架飞机同时往一个方向倒下来 这个三架表演 同时做这种边际操作飞行确实是比较吸睛的 但是我们先请教一下教官 一般我们都知道飞机就是固定翼 一个就是您刚刚介绍就是旋翼 那请问一下到底哪一种来做特际飞行会比较难 如果说因为特际飞行基本上它就是 希望能够引起现场观众的共鸣 那能够引起共鸣的最大的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噪音 那你当看这些军机把那个afterburner 就是后燃气全部都点燃的时候 那种连心脏都在震的那种 对那种感觉 第二个就是它很绚丽的动作 那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要比较精彩跟精险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以这个喷射战斗机 不过随便这样子的一个表演都烧的是美金 当然烧掉不少美金 非常非常昂贵 这个即使就是以最近公布的F16 好像是26万吧 但是26万那只是油钱 对那只是油钱 那你如果这飞机的折旧要加进来 把它的这些订更件保养 这些全部算起来的话 至少超过一百万台币 所以每一趟下来 大概都是烧掉一千万台币左右的一个表演费 然后到航空展刚刚一直在讲 就是希望能够推销了 那么印度这个直升机好像也是不例外 对不对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拼外销 不过刚刚教官已经点到 他还是有他的短板 对不对 而且这架飞机航行前飞安记录 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北极星他们叫二号德鲁 这个是印度国产他们的直升机 那纪录上面来讲是有点堪忧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就他们记得空胸高层又讲了 我们过去几年发生了16起 有关于这个直升机的意外 那12起是人为4起是机械原因 对他就说那可能也是要跟大家说 其实有些是人为的啦 不是全部都是机械的状况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有一个案例就是厄瓜多 就曾经跟印度买了7架这个直升机 但是没有想到呢 他大概之后有4架就坠毁了 所以后来厄瓜多想说 那这3架我想卖别人 但是也没有人买 那就是现在一个比较窘金的状况 那我们马上再来看到就是新加坡本身了 他们当然也要精锐进出对不对 人家都来做了这么精彩的表演 那我自己本地的怎么样呢 好 他们听说派出的最大咖 是F15SG来出场表演 而且教官也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动作好像只有他才做得出来 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他起始的速度 基本上就是一个低速高公角的情况 结果在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可以看到他持续的加速 然后持续的让他拥有这个飞机的full control 就是他没有失控没有离控 然后一直到顶点之后呢 还能够顺利的把这个loop给完成 那我觉得他已经就是第一个明显的告诉你 我这飞机非常的暴力 我告诉你我低速的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几乎要进入相反操作区的情况 所以相反操作区就是 你在低过了最佳巡航速度之后 你要维持相同的高度 你就要用更大的推力来维持它 那这样才能够保持更小的速度 但它不会爬升嘛 那它就保持一个同高度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一个高公角的情况下 开始进入爬升 那这时候就完全要靠你有足够的 后燃气的这个推力 也就是你的推重比必须要足够 然后另外在顶点的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个loop里面 速度最小的情况 那在速度最小的情况下呢 飞行会会面临到departure 就是所谓的离控 这架飞机可以看到它在 不管是在高速 在低速 在这个高公角加速的情况 一直到低速下来 它都可以维持一个非常 丝滑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表示这个F15的SG 它在推力跟它的这个飞行操控能力上面呢 都是可以受到人家瞩目的一款飞机 教官有一起联合著作的这个 编队飞行里头 其实就告诉我们很多飞行员 非常厉害的一些训练 因为每一次的飞行对飞行员来讲 都是身心的挑战 当然 尤其有一位这个特技飞行队长 他就曾经说过了 他说为了要做一个完美的跟斗 我们刚刚笔画的时候很容易 这个跟斗其实你知道吗 它的身体要承受的负担 大概是4到5个肌 也就是重力加速度 也就是说有4到5倍 你的体重压在身上的那个感觉 对不对 尤其刚刚教官也在那边比划 这样子翻过来好像很容易 可是这是飞机倒飞 就是像我们图片这样子的倒飞的话 那倒飞是跟牛顿定律来相抗衡吗 像这个就是一机倒飞 一机倒飞的情况下 你的人所有的重量是靠 你的肩带挡住的 所以你的飞行员是有点被 被怎么讲就是悬吊在半空中 就有点像你现在在做那种 不是钓神瑜伽吗 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你是整个的重量 是被压在上面的 那飞一个loop又有点不一样了 一般人就是进入的时候 我要先推头加速 让我到足够的动能之后 我才能够慢慢换取胃能 让到我在顶点的时候不会失速 然后之后再下来 那这时候飞行员他要承受的 不同阶段的激励 在第一个开始往下推的时候 你人是先浮起来的 然后开始等到在稳住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机 然后开始要带起来的时候 就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大概四到五个机的压力 你就会被压在座位上面 那假如说 譬如说我们以上身躯干 然后或者是讲最简单的 这个头盔好了 头盔的这个重量加上脑袋的重量 加上这些氧气面罩的重量 假如说是五公斤好了 一般而言大概就是五公斤 你的脖子承受五公斤的力量的话 那这时候如果是四个机或五个机 就是20或25公斤的力量 压在你的脖子上面 那这时候你为了避免你的血液 受到重力的影响 而离开脑袋 那离开脑袋的话 第一个你眼睛会先看不到 就是所谓的gray out 灰视 然后带来就会黑视 你就看不到 但是当血液持续的离开你的脑袋的话 你就会产生所谓的G-lock 就是L-O-C 它叫loss of consciousness 就是失去了意识 难怪飞行员在飞行之前 一定要做各种各样的 很特殊的一个训练 那么其实婷婷可能还没有 能够有机会去体会一下这个5G 但是我们有一个同事 那就是我们的驻美特派 尼嘉辉 她多年前 她趁着法国的职业特技飞行小组 到美国去表演的时候 法国团队有让她 跟着教练一起飞上蓝天 去体验一下什么叫5G 好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报道 所有人抬着头目不转睛盯着天空 这是全球最大的民用喷射机职业特技飞行队 他们像跳芭蕾舞一样 灵巧优雅地在空中变换队形 穿上连身飞行服 戴上飞行头盔 TVBS带你感受这独一无二的 空中特技飞行之旅 以队长一号机为中心 做编队飞行 靠着默契和专注 机队以时速700公里的速度飞行 机身距离只有3公尺 垂直分裂让人瞬间感觉到 5倍的重力加速度 截着一个同滚飞行 全身协议又被推往脚步 还来不及搞清楚哪里是天哪里是地 一下子投下脚上倒着飞 电影词词 尤其较差别是领域飞行时 你船船船放到瘟宽 成为瘟宽 空中心转移转连身 你自己的同胞 而船船放在盟友谈感觉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必须非常肯定 因為每個艦船在組織中 只有一個提供領導致 例如如果我背後2號 我沒有看過2號 這就是只背後1號 在地面上看到的優雅翻轉 在空中可是經歷了一陣翻角 雖然看似驚險 但其實過程比行銷飛車還要平順 機力要抗機力對不對 所以必須要有一些特殊的訓練 到底要做哪些 還有我們常常會聽到幾個專有名詞 一個叫什麼機力昏迷 一個叫空間迷向 就是怎麼回事 教官有親身感受過嗎 當然所有的戰鬥機飛行員 在進入戰鬥機訓練之前 都必須要經過空軍航空生理中心的訓練 那這個航空醫學中心 他們有專業的機器 讓你來體認缺氧 讓你體驗空間迷向 讓你體驗大雞昏迷的這些感受 因為這三個情況 在飛行的時候都是最不樂見的 那也就是第一個 你要先讓自己知道 什麼樣的情況下 那你會進入到這三個狀態 你以後才知道 我快要進去了 那我要怎麼樣的避免 沒錯 那真的會空間 空間迷向 當然 就是完全已經搞不清楚 現在身在何處 是這樣嗎 對 基本上人之所以能夠體認 我們的身體的狀態感知 基本上就是半規管 你的耳朵裡面 它有一個X軸 Y軸的方式 然後它剛好是兩塊半規管 然後隨著半規翼的流動 你知道我現在正在加速 因為半規管的移動 然後來告訴你現在的減速 那所以飛機最怕的就是 我們所謂的那種死亡 死亡的這個飛行 就是說假如說兩架飛機 在做編隊的時候 那我如果有地平線參考 我知道掌機現在在轉彎 因為我現在可以看到海面 我可以看到地面 現在我是在轉彎的情況 可是如果一旦進入了雲裡面 進入雲裡面 你已經沒有外界的參考了 那你還是跟掌機在飛行 那你當掌機改平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我怎麼感覺跟進雲的時候 我還在轉彎的時候 然後所以明明是改平 可是你會覺得轉彎 那轉彎的話 對於撩機的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轉彎的意思就是 你必須要不斷的去調整飛機 結果其實現在飛機 是四平八穩的在飛行 結果你自己反而覺得 我現在怎麼在轉彎 所以你自己一直在 一直在告訴自己說 現在轉彎 掌機怎麼還不改平 怎麼還不改加機 你有碰過自己空間名相的時候嗎 當然 這個所有的 那時候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就是空間名相 另外一個叫聚手症 就是說你會覺得有一隻手 上帝的手一直在壓著你 就是我明明是平飛的狀態 我現在看著我的儀表板 現在告訴我 我現在平飛狀態 可是我怎麼覺得一直是 一直是在一個側飛 甚至一個倒飛 或是甚至在一個爬升的狀態 那這時候飛行員真的就是 要仰賴你的這個訓練 告訴你 現在就是平飛 現在就是平飛 你把飛機 天地線擺平 然後天地標 把小飛機壓在上面 這就是平飛的狀態下的話 你一定要相信儀表 不要相信自己 尤其因為人本身 尤其在飛行之前 我們在觀校之前 十幾年 二十年 你都在2D平面生活 你從來沒有在3D空間裡面運動 所以人本身就不是設計來 跟鳥一樣飛行的3D動物 所以你一定要經過嚴格的訓練 然後來告訴你 在3D運動中 很可能會發生哪些可能的情況 然後來阻止它發生 沒錯 好 新加坡航空展 這一次還有另外一個亮點 那就是大家都非常矚目的 那就是大陸製的客機C919 他們是首度的出國亮相 那麼到底有哪些特色 然後各界評價又是如何 馬上回來繼續討論